4月21号,首届两岸青少年成渝双城岩学营活动起目 9天时间里,30位东莞台商子弟学校学生与川渝两地同龄学子结队 进行交流联谊,开展文化岩学,感受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情况 和两地自然人文历史地理与风土人情 4月28号,参加岩学营的两岸小学生走进了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都江宴基地 近距离观察大熊猫,并开展大熊猫营养师体验,大熊猫科普,生态环保教育 雨后的渡江宴基地内,竹林清脆欲滴,现场的学生们漫步在林间 一边听讲解员解说,一边记录着讲解的知识要点 遇上憨态可惧的大熊猫还不时用手机拍照 很开心,也很激动,然后熊猫看起来很可爱,很呆萌 但是它们也挺可怜的,因为大部分都是被救助回来的 然后经过人类努力保育熊猫之后呢,它们现在有1800多只了 所以我觉得希望熊猫能越来越多,不要消失在世界上 除了与大熊猫近距离接触,小学生们还体验了一把大熊猫营养师 测量大熊猫分辨尺寸,并为大熊猫制作窝窝头 挺激动的,因为第一次见到真的大熊猫,以前都没有见过 我以前一直以为熊猫的尾巴是黑色的,然后今天看了之后才发现熊猫的尾巴是白色的 我还发现了小熊猫其实不是熊猫的宝宝 它是一种比较偏近幻想木的一种保育类动物 然后熊猫比较偏熊猫,然后我们今天还学了窝窝头呢 它有它的大米粉,它占了窝窝头的整个的百分之三十二 二十三,然后其他的各占了百分之三十二 东莞台商子弟学校小学部教务主任曾建威表示 孩子们在这次活动与成都的人文相遇 不仅能提升孩子们自我学习的能力,也能促进情感的交流 他希望未来能有更多类似的活动举办 我觉得研学这个活动带给学生的就是走出教室 实际体验,动手操作,从大自然也好,从生活中也好 去涉略更多不同的知识 将来我觉得孩子在自我学习的能力和自我探索的能力上 我想都能更有提升 那也透过这个活动,我觉得台湾也好,成都也好,重庆也好 三地的学生能够透过这次的活动交流 我觉得孩子之间呢,在人际关系,还有独立 还有互相接纳,互相照顾,还有情感的交流 我觉得都能够更进一步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活动 也希望日后呢,大家都能延续这样的情感 然后把这样的友谊呢,能够长久的延续下去 我想这样的延续活动才是我们的初衷 也是我们希望要做到的部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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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